10月26日凌晨 以色列空军发动忏悔日行动 组织超过100架各型战机 空袭了伊朗境内的一系列军事目标 这是有史以来 以色列对伊朗本土发动过的最大规模的攻击 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天的时间 有更多的线索浮出了水面 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来分析一下 自然空袭的过程战果和对地区局势的影响 首先是攻击路线的选择 以色列距伊朗边境有1000公里的距离 往返一探至少就是2000公里 这极大地推高了行动的难度 但是我在之前的节目中就提到 以色列完全具备对伊朗的长距离打击能力 当时还有人不信 请问你现在信了没有 这段视频拍摄于10月26日的约旦境内 从漆黑的夜空中呼啸而过的 似乎是一架F-15战机 由于约旦本身并没有F-15 所以它必然是来自以色列 据此推测 以军于当天零点起飞 在约旦上空完成集结编组 随后沿着约旦和叙利亚边境低空飞行 以规避敌对势力的防空搜索 进入伊拉克西部后迅速转向东北 那里是库尔德伦的控制区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较好 算是半个盟友 等到抵达两翼边境后 机群再翻散开来 对伊朗各地能标发动打击 凌晨5点左右行动结束 全部以色列战机均安全返回基地 这就叫做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 如炭狼取物 足以证明以色列空军强悍的 穿透打击能力 而这样的穿透能力 我们在网络生活中也可以具备 现在很多的营营流媒体网站 会设置区域限制 使得用户没法畅快观看全部的内容 而通过Surfshark VPN 便可轻松解决这一问题 这只实力雄厚的蓝色鲨鱼 在100个国家 拥有超过3000台服务器 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切换区域 绕开那些地理位置的束缚 此外 为用户创造安全可靠的网络环境 也是Surfshark的主要使命之一 比如现在很多的网页都会自动记录cookie 以便跟踪和烧集用户的浏览活动 而Surfshark内置的拦截器 会自动拒绝这些弹窗 让用户进行了浏览网页 而免去这些无意义的烦恼 点击本频道的专属连接 Surfshark.com斜杠的徐某人 并选择默认的两年套餐 并且获得外加赠送四个月的免费市场 Surfshark 维片 不只是维片 更是你身边的网络安全专家 那么具体是怎么打的呢 显然不是一拥而上 他可不是乱打的啊 以色列至少进行了三波袭击 第一波袭击针对的是伊朗防空系统 大概率是由具备隐身穿透能力的F-35I来完成 随后的两波袭击针对的是导弹和无人机工厂等标 由F-45和F-16搭配完成 咱们先来看这后两波 行动结束后 乙军公布了F-45和F-16准备初级的画面 从徽章判断 他们分别来自第133中队和第253中队 参战F-45携带了三个富有箱 一枚怪蛇格斗弹和M120中具空空弹 这属于典型的空游配置 也很符合乙军的习惯 在曾经的类似系统中 F-45主要承担空中掩护人物 F-16则负射之心对地打击 可是画面中的F-16i却只携带了三个富有箱 作战载贺被刻意的隐区 那么他们到底挂了些什么呢 事后在耶拉克发现了一片蛋片残骸 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疑问 这块残骸的外形 与以色列新装备的 岩石空射弹道导弹的尾翼极为吻合 这玩意武器最早出现在2019年 主要技术参数不详 但根据其体积和外形判断 其射程为500公里左右 级速4-5马赫 基本数据可以说是相当的普通 甚至都不如俄军的那些同类武器 但俗话说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以色列人没有玩中看不中用的高超音速 而是把属性点全都加在了制导模式上 岩石龙和拉斐尔公司的家 SPICE精确制导炸弹的级速 发射时限用GPS加关导系统 引导证标区域附近 然后切换为红外成像制导模式 使用先进的图像识别算法 发现并锁定目标 必要时也可采用轮载回路功能 由F3的武器操作员手动导引 为时F3i出击时 需携带一个数据链吊舱 这种独特的复刻制导模式 能弥补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越长 精度越差的逼兵 将圆周率无差 缩小至3米以内 而且延时导弹 还配备了青色型战斗布 很适合用于打进那些硬化或地下目标 一段视频显示 位于德海兰南部40公里的战术导弹工厂 在空袭中被严重损毁 这大概率就是延时导弹的打击效果 德海兰距离两翼边近450公里 刚好在延时的射程范围内 因此之后有些人据此判断 以色列战机根本就没有进入伊朗境内 只是在边境匆忙丢下导弹后 转身就跑 说实话呢 这个逻辑我不是很理解 这一次由于距离过远且敌心复杂 以色列空军意盖以往零空轰炸的风格 让空射弹道导弹唱了回主角 但问题是 这场行动它不是独角戏 要唱好这场戏 离不开一场优秀的对敌防空压制人物 根据乙方的说法 在26号的空袭中 以军战机瘫痪了三套 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S-300防空系统 再加上今年10月 以军对纳坦斯核设施附近的一套S-300的打击 伊朗手上全部的四套S-300系统均遭到见面 这又当然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毕竟俄乌战争已经证明了 俄系防空系统纯粹就是个笑话 之前乌克兰空军的直面实力 连伊朗都不如 但在合适的情报和弹药的协助下 仍然可以连续且大批量的摧毁S-300和S-400 而以色列空军的能力 远超乌克兰空军好几个数量级 他们去打S-300 那简直就是 众所周知 这种对敌防空压制人物 最佳的选择自然是反复射导弹 比如HM88哈姆 而其射程仅为150公里 以色列想要摧毁德汉的S-300 必然需要排F-35 深入伊朗境内 于是呢 有些人又转而声称 伊朗防空部队拦截了一军99%的攻击 然后不会搞笑的是 他们给出的证据以色列铁雄系统防御哈马斯火箭弹的视频 好一个移花接木反客为主啊 要么就是会放逐一段德海兰上空防空炮大作的影像 似乎是想说明伊朗的防空部队正在努力工作 但是细看之下 这些炮火似乎什么都没打中 而且一神棍政权的尿性 如果真有拦截到什么 哪怕是半点残骸 都会立刻拿出来炫耀 但直到现在他们连根毛都没拿出来过 而且这里咱们还可以往深处想一想 在现代战争中 什么时候会用到防空炮呢 首先排出弹道导弹 因为其速度快 留给地面的反应时间短 一般来说 是对付那些速度较慢 期待低空飞行的物体 可以是飞机 可以是无人机 也可以是巡航导弹 那这是否就可以反向证明 当天晚上确实有某些物体 飞临了德黑兰的上空 有可能是F-35 但更有可能是F-35发射的 ADM-160空射右耳弹 这些小家伙的作用 是诱骗地方的防空雷达开机 然后才以反辐射导弹摧毁事 当天晚上 德黑兰上空那绵乱无力的防空火力 不是其防空部队努力工作的表现 而恰恰是其愚蠢无能的证明 除了伊朗的习惯性拉胯以外 乙军的行动 很可能还得到了美军的帮助 就在以色列发动空袭的前一天 驻扎在德国的美空军第480战机中队的 多家F-16战机 被紧急派往美国中央司令部责任区 也就是位于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这个第480中队绰号战因 是被驻航空军会下的 最主要的防空压制兵力 2022年 其全部的F-16 都已经升级了最新的ANAPG-83雷达 具备强大的电子对抗能力 能够在看不见的电子领域 协助乙军压制敌军 不过可能有人会问 如果美军有心帮忙的话 那为什么不派出 更专业的AF-18咆哮者区呢 诶 这就是其中的精妙之处了 如果是美军战机越境 不小心被伊朗发现 虽然我觉得伊朗没能力把它打下来 但根据捕获的电信号 可以反对出机型 而以色列没有装备F-18 但却有着大量的F-16 他们的外形和电信号一致 这样一来 伊朗已经没有办法去指责美国侵略了 而美国也可以两手一摊地说 对以防的行动毫不知情 此外 情报和后勤上的资源 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空中加油和早期预警 这倒不是说一群战机直接接受了美军的空中加油 人家完全有能力自行解决 只不过美军的相关兵力一定会处于待命状态 他们可以随时为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都底 总是仅统计开源情报 在26日的行动中 以色列就摧毁了伊朗的四个防空阵地 一家无人机工厂和一个核技术研发中心 此外 伊朗还损失了12台 用于生产弹道导弹固体燃料的行星混合机 伊朗目前无法自行生产这些设备 只能依赖他国供应 虽然可能伊朗仍有着大批弹道导弹库存 但这些设备被破坏 意味着其后续生产将面临严重困难 可能有人会感觉 比起对哈马斯和曾助长的猛烈打击 这次以军虽然出手干净利落 但似乎没有那么痛 这里咱们必须考虑到 对付哈马斯和曾助长时 空袭只是前造战 是在为地面部队的推进扫清障碍 而以色列和伊朗没有陆地边界 以军不可能派地面部队打过去 因此最佳的做法 是挑那些高价值的目标打击 削弱伊朗的进攻和防御能力 此外 比起这些战术效果 忏悔了行动产生的威慑力 可能才是以色列真正想要的 我记得在行动之前 伊朗曾对中东国家放出狠话 谁敢允许以军穿越领空 对其发动攻击 谁就将遭到革命队 狂风咒语般的报复 而卢军以色列战机 在约旦低空掠过 导弹残骸在伊拉克被发现 这都说明这些国家 主动或被动地帮助了以色列 显然伊朗的威胁失效了 或者说比起伊朗 有一个令他们更害怕的对象 行动结束后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伊朗常态地表示 以色列的袭击不应被夸大或淡花 且没有活于立即进行报复性打击 表现的那是相当的克制 你老公我不怕他 还不等他先动手 我就敢同他那去嘴巴 我看你是有点傻 有点傻 白骨上门是搞大 我家老公很厉害 超你打垮你吧 I'm telling you